大家好,我,邓慧文,阿虞,为你作会,心思有人知道 一个作品,可以跟大家聊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灵感,这一部的主题 这是由于我在新闻节目上面看到一个事件 大概在2017年的时候 然后台湾有一个在南台湾有一个地方 现在先大概卖个关子 就是这个地方呢,它就收容了大概数百名的 可能身心障碍者的一个场所 然后呢,它因为爆发了一些感染的事件 然后政府部门就把他们 我在那边用比较一个,可能比较一个主观的字眼 就是肃清啊,因为它后来用那些手段呢 明显看得出来是比较有迫害性的 但当然这个单位它还是一样 它有它不足的地方 特别是照顾精神障碍者这个 这个这件事情的那个方式 然后由这个地方,然后启发了一些灵感 然后加上我本身刚好正在写了一个 关于女性欲望的故事 所以就把这个东西做了结合了 然后写故事的人最后还是没乱搞了 所以就把这个台湾地方自的 近代的这个故事 然后跟这个正在创作的这个故事做结合 其实你说这个地方要卖个关子 这个地方你一讲,大家应该都知道 因为那个地方的存废其实是 应该从我还是医学生的时候 就是一个议题 然后我已经当了二十几年的精神科医师 他之前在这个结束之前 他一直都是一个被讨论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也都会知道 那这里面有很重要的就是 到底我们把身心障碍者 或以前说精神疾患者集中起来 放在一个不管是机构 或是集合的照顾设施 那里面会牵涉到一些 我觉得是一些社会性的概念 例如说到底这样的人 是应该去机构化活在社区当中 还是他应该要被匡限起来 到现在每次如果有精神障碍者 在社会上有引起什么问题的话 这个讨论其实都还要来一波 我不知道导演看觉 因为我知道你的创作理念里面 你也会看到这些对身心障碍的人 或者说精神障碍有状况的人 如果施行一些宗教性的治疗 你其实有一些这些反思 那我说这个每一次 如果是精神障碍者 在社会上引起什么事件 特别如果是有司法的案件的话 那个每几年开始 或者每年吧 每年好几次起来的一轮讨论 我觉得其实跟一二十年前 我不知道这样讲会不会 就是说他其实有很多重复的议题 一直在出现并没有解决 或没有达到结论 那你对这个会有兴趣 除了对精神障碍者本身 我想他们的情感 他们的这个权益 还有对宗教治疗这件事 应该都有兴趣吧 我是好奇说你本来的背景 或你研究的主题是什么 为什么会找一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好处理的议题 对 意思提到重点 就是 这的确是很不好处理 因为刚开始在接触这个 这个对方的时候 的确他们的防卫性会很重 因为受到的讨扰啊 或者是他们可能 之前对对方讲的东西 然后最后可能被 其他种方式传播出去 会有跟他们想法不太一样 所以他们会有很大的防备性 对 然后像您刚刚讲的 这个宗教治疗这方面 我刚好在前几部作品 是有做到 类似像现在比较 大家可以知道的 守天使这个团体 就是帮身障人士做 性服务的这样子的 义工方面的这个东西 这个这件事情 所以我对于这个 弱势团体的 特别是性权这方面 是感兴趣的 那宗教治疗这个 这件事情呢 那 我 查查了像您刚刚说的 这个西方啊 或者是东方历史 从可能中世纪到现在 好像这件事情 常常的被讨论 那它进步的速度 应该您比我了解 因为我也是 翻书的 然后或者问一些专家 我感觉到 好像进步的幅度 的那个拖累 是因为这个社会 对这件事情 不是非常的关心 只要把它隔离化就好 放在机构里面就好了 不要跟我无关 对 所以 他们的权益 似乎 他们可能也比较弱势 没有那个声量 可以去 反扑这个 巨大的社会 对 所以他们 不管各方面的权益 进步的比较慢 那所以在管理上 我觉得 似乎也会 让社会觉得 好像隔了一层的沙 他们 是不是受到 不适当的管理 等等的 但我 我自己后来平心而论 我觉得 只要是在组织里面 包含学校 甚至是小制家庭 这么亲密的 亲密关系的小组织 然后或者是公司 霸凌啊 破坏啊 破害啊 可能都是因为跟 管理上 没有第三方监督 有关系啦 你 就是取材 应该说灵感来源的 这一个 机构啊 南 南台湾的这个机构 它其实是收容 有近千名 近千位 对不对 身心障碍者 2017年还有这么多吗 哦 那个时候 他是说还有五六百位 五六百 对 往年最高的时候 有一千多出头 所以那个 那个地方 就你的了解 他们里面 实施的一些 管理跟治疗 是有什么 特别的方法 例如说 有人说 那个颇具争议的 感情链管理方式 还文明海外啊 你可以跟 跟大家稍微说一下 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吗 嗯 就相信 听众或观众也知道 我们在讲的地方 就是 可能从 如果是中年的 听众们 应该知道 这个龙发肠 这个地方 就从小都听到 甚至它是一个被 用来指涉 你可能是 头脑有问题的人 它几乎是 里语会用来用的 一句话 就在某个年龄层以上啦 对不对 就说它真的蛮有名的 对对对 然后感情链这个东西 它 呃 似乎变成这个 这个单位 他们特有的一个管教方式 这样子 那 他们就是 呃 最基本的就是可能 他们会把两位 呃 状 状态 比较 有差异的 可能 呃 相对比较 好控制的 比较 比较正 比较稳定的 跟比较不稳定的 呃 呃 唐众 他们说的是唐众 把他们就是 练在一起 这样 那有的时候 也会跟师父 练在一起 反正就是一个 有他们的搭配逻辑 就是 对对对对 例如说一个 比较稳定的 搭配一个不稳定的 对对对 或者也有其他的 师父跟其他人 那是 那是一个绑在 身上的练子 对对对 我们如果 呃 可以 可以很容易 轻易地找到 这些 这些图片哦 就是有一些 知名的摄影师 也有去拍过 不管是他用 艺术创作的方式拍 还是这支 写实记录 新闻记录的方式拍 就是练在腰上 对然后医生 哎那个 师父呢 也有跟我讲过 说他当初也是练了一个 呃 唐众 一个一个他们的同学 他们讲的孩子 然后 呃 有一天就是发现 就是 他每天都要带他上厕所 上厕所 教他怎么样脱裤子 然后 然后 呃 擦屁股这样子 然后有一天就发现 他可以 不用练他了 他自己可以去上 他不会在 随地的便利了这样子 为之感动啦 那当然他 跟我叙述的是这个 这个 所谓的这个管理方式 治疗方式 他们讲的治疗方式的 呃 成效 给我听 那当然 我们看到很多 照片上面有一些 比较 呃 不堪的环境啊 或者他们的表情等等 那个我们都可以再去做诠释 那我那个 部分我就没有接触 24小时绑在一起哦 睡觉也绑着哦 呃 我看到的照片 因为有吃饭 然后有休息 有在做杂役 呃 都有练子 那有些人是没有练子 所以我也分不清楚 他们到底是 哦 大家的情侣 所以可能 有一些特殊的 也许不是每一个 都练 不过这个是背景 但是大马哈语 是 以他被 你刚刚用的字是 肃清啦 或者说解散吧 嗯 好 你你你想要讲的是这个 这个肃清跟解散 所以 应该说 你最感兴趣的 在这部影片里面的重点 不是他以前怎么存在 跟治疗 对不对 而是这样一个东西 在被 嗯 肃清或者被解散的时候 里面反映出 呃 例如经脏者 跟一般人之间 有什么 距离 然后一般人的 不了解 所以这里面是 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因为我看到的是说 这里面 呃 有情欲的命题 对不对 凸显了弱势者的性权 然后透过一场 宗教导览 进入一名神秘女子 浪漫孤寂的情怀 所以这个跟龙花糖的关系是 就是龙花糖的背景 怎么承载 你想要表达这个东西 来介绍一下 那个故事 好不好 嗯 对 这个只是个 这个剧情上面的一个背景 嗯 那他另外一条支线当然是比较可以 大家比较容易吞咽的故事 就是 吞咽 好就是可能 呃 呃 一个交往 对一个交往关系 一个女生 好神秘女子 他可能 我们从故事可以慢慢发觉到 他有些不一样的异状 然后他在探索自己的 性欲的方面呢 是用一些 一些特殊的方式 那当然影像上啊 或剧情上是有些超现实的表现 那所以这个也是我 很简单的可以去呼应到 那也许跟 呃 这样历史故事的这群人 他们的精神状态啊 或他们的身体状态有些 不谋而合的意思这样子 那我想了 想要用的方式就是 呃 这么 呃 严肃的 所谓的像历史 历史共业这种东西 呃 很难去 呃 用一些比较温柔的方式去对待 那我想象就是 好 人权大家可能都会在讲 然后或者是 呃 呃 这些被照顾者的人权也会在讲 那我 我自己比较热衷的是这个 呃 性或性别这方面的议题 那所以 性权这方面我觉得 因为性权也是人权的一种 那我觉得 呃 如果是用这个性权的方式 另外一种角度去让大家认识这个主题 而不是再用 可能 我这三 三四十年来 然后大家 从小听到就是 啊 龙大堂就是用来 骂你神经病啊 骂你有问题的人啊 你会不会有 或者在耳后我们听到这件事情 会只知道它是一个照顾机构 或者是一个庙宇 或者曾经 呃 没有 没有 没有很大适当管理 然后 呃 有一件历史事件 这么单纯的客观的看它而已 可以再让听众朋友更具体一点知道 所以你的故事是有一个女生 然后她可能有一些 特别的奇想 幻想 然后这跟龙发糖有什么关系 嗯 对 她的 是她进去龙发糖吗 哦 在故事里面是没有很明显的提到 她到底有没有 但 她会有一些 呃 当然说我们 影像上的符号啦 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感情链 这种绳子的东西 然后还有 然后还有她很不了解 就是剧情上里面 故事里面有一段 她跟 她的伴侣 然后去 就是朋友 然后去捞那个 夜市捞金鱼 然后她就会一问的 问那个 问她的朋友就说 啊你怎么知道 你为什么想要绕她们 你怎么知道她们想要在里面 还想要在外面 那我觉得这就可以同时投射到 像当初龙发糖里面这些唐众 呃 官方呢 他们会想要把他们 呃 带出来去做更适当的照顾 这样子 会觉得他们在里面不适合 那有一些 唐众们他们会觉得说 他们想要在里面 他们可能在里面觉得到安全感 他们不适应外面这种 呃 束缚这样子 所以 这个东西的 呃 呃权益应该要怎么去拿捏的 的确 我用小鲸鱼 绕鲸鱼这个东西来比 比你会比较容易去凸显 不然你会讲说 呃一般人可能会认为说 嗯 他可能会有些地方没有办法判断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呃健全的呃体制呢 呃健全的呃体制呢 去照顾他比较好 嗯嗯 那所以我们把他看过说跟鲸鱼一样 呃 鲸鱼脑吗 呃 这样子 所以也就是说大家会看到的 就是说你有一个呃呃承载这一些呃想象的一个女主角 然后还有她的伴侣 然后在她的生活当中 并不是很 她并不是一个很写实说 例如说她进去住 或住龙发糖 或什么不是这样的过程 可是她大概大家会感觉到 她有一些特殊的想象 那透过她的想象 你就穿插一些这些 应该会有龙发糖的 以前的一些照片吗 或者说 你想要大家去探讨的一些事情 例如她们所做的事情 然后都是透过在这个女主角的故事里面 这样子去穿插的 所以我们会看到的是一个 有点像是意象交错呈现的 她其实会有一点魔幻解释 不是纯粹的那个现实的走线 是这样一部影片吗 对是 像里面有一段就是我刚刚讲的 比如说这个女生 她去捞完鲸鱼之后 她会想要把她放 不知道怎么处理她 不知道怎么养她 她会想要把她放到那个海里面 放生啊 就是我们讲的放生 那我们知道就是 有一些宗教团体或慈善团体 也会做放流鱼鸟这件事情 觉得说是要做一些 功德啊 或者是宵夜啊这样 是是是 对那当然这件事情 我据我所知就是 他们还没有做这件事情 那当然我就是用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去让这一群演员呢 呃他们用在线的方式 就是逼拟好像以前的 曾经有这样的画面 然后去做这个放流鱼苗的画面 然后跟这个另外一条故事线 就是这个女生跟她的伴侣 然后他们就是去河边 然后不知道到哪里放啊 可能这个鱼不知道到底要回家 还是放到这个桶子里面 等等的 就是他们也是很两难 不是说每个人都有 呃百分之百确定的 应该要怎么做 只是他曾经好像 依稀知道 嗯放是 放流到大自然是对的事情 这样子 那你觉得呢 你觉得这反映了什么样的 呃我不知道是大家的一种 宗教观吗 或是社会观 你觉得呃 在拍摄 你应该有访谈一些相关的人 对不对 嗯 好那我们刚刚提到了 对于那里面存在的方式 跟你借由女主角的精神状态 在交错表现的 可是你还没跟大家介绍到 你一开始破题讲的 那个肃清的过程 到底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 因为我想象说 你是从她被肃清的时候 这件事情开始 所以是认为她 她不应该被解散吗 还是说认为 这个解散的过程 有一点粗暴吗 还是说这也代表很多权威 没有很了解 里面的状态 里面的状态 应该有一个 不一样的 生存的方式 或生存的叙事吗 到底导演怎么想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请问一下导演 你说2017年 因为龙发糖爆发了传染病群聚 所以很多的糖重 都被政府送往其他的医护机构 而且这过程应该是有点强制性 那我在这边看到资料说 就是很短的期间 就人去镂空 然后有些人到新环境有没有适应 可能也大家很好奇 不知道后来适应的怎么样 这个点是你有兴趣去拍这个电影的原因吗 或电影里面有呈现这个部分吗 当我做天野调查的时候 我是很晚期才知道这件事情的 就是所谓比较有强制性的这个气氛在里面 否则当初我接收到只是 原来他们里面几百名 糖重还在里面 然后他们因为感染了 所以要被请离开了 然后网路上找到一些政府的公文啊 或者是后来我去访谈这个龙发糖里面的住持 师傅等等的 就可以发现两兆的说法是非常的矛盾 而且是明显的对立 那因为监察院他也有下那个 就是公文下来 就是如果把监察院当做第三方好了 或者还有一些 跟这件事情没有这么直接的关联的 比如说像 我又有访谈文荣光医生 他是比较 算是很早期就是进入到这个体系里面 然后去了解这件事情的人 他们都会用 我刚刚说的监察院 或者是监察院比较官方代表 或者是一个民间专业医师代表 他们反而是用比较客观的事情 去看这两兆双方的说法 因为当他们的个子一词 很明显就看得出来 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历史工业 就是当初在 你可以介绍一下 例如你访谈到 他们认为两方有什么样不同的观点吗 像唐方他们就会觉得说 你们应该给予我们指示 跟我们讲说 我们应该怎么投药 怎么管理我们的卫生 不会让同学们感染到这个 会让他们上吐下泄的这些疾病这样子 那卫生局 公司卫生局他们就会觉得说 我们给你时间管理了 然后给你了一些进度 但反正就是觉得说 你们没有照着我的规定去做 甚至就是我要去 把一些问题比较不好的 有状况的同学 代理的时候 你们也会抗制 把门挡起来等等 就是会做这些抗议 那 这个部分就很明显 应该是同一件事情 但两边都有自己的立场 我觉得应该那个很敏感的点 就是说 农化堂的存废一直都是 有其他的考量 我真的觉得 就是说 那时候大家在讲的时候 就是 除了传染病群聚事件 反映出来的管理议题之外 它其实本来的管理议题 就是一个争议了 那它本来的管理议题 不是传染病议题 是整个用的方式 或者说 精神疾患者 是不是在社会上 要有这样子一个融流机构 在整个医疗体制 或许说的双边的看法的问题 所以你也访问 像那个康复之友协会 对不对 康复之友协会 对于精湛患者的需求 应该是常年非常的投入 而且非常的了解 其实我也蛮好奇 所以你那时候访谈 康复之友协会的时候 他们的看法是什么 我是访问那个谢世华总干事 这样子 然后他 其实 其实 其实他们的看法 因为 我不知道他们跟龙发肠的关系 但 也许是 有点类似同病相连的感觉 同病相连的感觉 就是 他有用另外一个观点 我当初还没有看到 他就是说 像这样的机构 他们的确是有很多 管理上会有的疏失 然后也有他们自己的规矩 就是可能用宗教的一些 我们看待比较不理解的规矩 去管理 但他们的确是让 可能数百数千个家庭 他们得以 有了传习的空间 就像我们讲的 现在传习照顾一样 就是 当他们家庭成员有出现 状况比较不一样的成员的时候 然后会有这样的机构 愿意去解决这件 对他们对这个家庭解决这件事情 所以 其实他们是为了 广大的百个千个家庭 然后去解决他们的问题 有人是看到这一点 有人是这样子讲 对那 当然 我可以理解 他这样子很有爱心的讲法 但我 据我所知就是 唐芳那边跟 像康夫子有 他们这样的照顾的方式 的确是有很大的落差 我所谓落差是 当然我以一个就是 可以在社会上走跳的 一般人来讲 就会觉得说 嗯 呃 东大厂里面的唐宗 他们似乎 呃 被保护得非常的安全 以至于他们 可能是没有机会 再回到社会 但要不要回到社会 或者去机构化 这个 呃 也 也不一定 我说对这个个体来讲 也不一定 所以他们也会反抗 他们被 被拎出去好了 被带到其他医疗机构 他们会有这样的心态 是不是里面过于的 有安全感 那这个是好 或不好 我不知道 那 相对于 呃 比较现代 或比较 呃 小机构的 呃 照护机构 我看到的是 跟社会的连接感 比较近 然后也会尽力的 朝 去机构化的 这件事情去做 这个是很大的 不一样 嗯 好 所以这个议题就回到 其实大家可以回到 比较议题层面 也可以查很多之前 多年来啦 好 的一些讨论 可能 呃 新闻或是呃 媒体上面也都有记录 我们就回到你的创作上面啦 好 其实这个呃 呃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女主角叫做小丽嘛 好 然后鱼在里面站 就是在象征上鱼 你刚才也介绍了很多 呃 你对鱼情有独钟 是因为我们看到那个 这个是应该是宣传照 宣传照上面就是两个人 这个应该就是小丽吧 对 然后跟你说 她说她的伴侣 对不对 嗯 她的伴侣是海产店的厨师 嗯 这 阿勇 对 好 鲨鱼的 是 然后他们抱着一个看起来本来 远远看应该是婴儿的东西 可是是一只大鱼 对 好 就这个画面是可以传达出你这个电影的 调性 是不是 好 那你是 我说你对鱼是情有独钟吗 哦 没有没有没有 我 有些我知道有一种 好像症状叫孔鱼症吧 我是有一点点这样子 就是鱼的眼神 或者看到鱼的嘴性这样子 那我 我会这样想 大马哈鱼是一种鱼哦 是 是 它是 一个 一个方言 但它就是鲑鱼的一种啊 哦 嗯 它是一个 方言 对 一个中国东北方跟俄罗斯的 靠边边的靠海神威那边 有一个民族叫贺哲族 可能有些人听过他们的族语 然后的 呃 音译过来的达瓦马哈这样子的 大马哈鱼翻成中译 那你为什么不写鲑鱼要写到一个 那个那么远的地方的一个族语 那个族跟你要表达都有什么关系吗 嗯 这个说来就已经没有什么关 没有什么关联 那它的确有这样的一点点的关系在 就那个族它其实是快要 呃 他们的族语快要叼 快要 快要灭绝了 这个语言快要灭绝了 然后他们是唯一这个世界上 会用鱼皮来做成衣服的 呃 的族 好 那那个鱼就是这个 特殊的这种鲑鱼 叫大马哈鱼 那鲑鱼我们比较容易想象就是 吃的鲑鱼 对对 好 被讲成红色的用来吃的那种 所以我要用一个比较特别的名字 当然这也是颇具吸引力啦 因为这个主题我觉得 我想要让人家 就是知道就好了 呃 要不要去探讨就是每个人自己的 呃 的意愿 所以我 先故意用一个比较有距离感 啊我们知道我们是好像是来看鱼 但是什么鱼不知道 那大家冲着大马哈鱼 这四个字 你希望吸引到的观众是什么 就是他们会想象大马哈鱼 跟你的里面的情节的关系吗 嗯 因为你如果叫大龙发鱼 大家可会更多的直接可以扣上 就大马哈鱼 就是他他有某种象征性吧 就你刚刚讲说他 嗯 第一他是种大鱼 然后他在那样子的地方 在那样子的呃民族 是有特殊的 可能他们跟他有特殊的关系 然后他们会用鱼皮 嗯 来做衣服 嗯 好 然后这 我想这可能是导演曾经 你听过 然后你觉得很受吸引的 一个材料 反正你们拍电影的都会 使用自己脑中勇的异象库 然后把它使用来表达 要表达的东西 我只是想帮观众朋友 更更拉近一点说 所以当他们看到一个大马哈鱼 然后完全很难想象 这个内容的时候 你你可不可以多说一点 你对大马哈鱼的联想 是怎么样会连到你的这个主题 嗯 因为他捞的也是小鲸鱼啊 也不是大马哈鱼啊 对不对 到底大马哈鱼存在电影里面的哪里 对对对 那 他就像我刚刚讲 他是鲑鱼的一种 那我们知道这个鲑鱼的回游性嘛 就是 嗯 他在淡水出生 然后海水会生 会在那边成长 然后活动 然后等到他们要孕育的时候 就回到原乡 回到淡水这样子 那这个要回到原乡的这个动作 或者寻找归宿的动作 我觉得就很像 嗯 故事里面他们在要放金鱼这件事情 或者是放流这些鱼苗 所有的宗教团体他们会放流鱼苗这件事情 也像唐仲他们 这些 嗯 龙发肠里面这些 这些朋友呢 这些同学呢 他们 被带出去了 他们到底是回家了还是离开家里的 因为有些人他们的确是回到原生家庭的 嗯 感觉状况很稳定 不需要回到其他机构去了 然后有些人可能是觉得说 诶 龙发肠还是他们的家 所以这个回家这件 这个概念是在这个鱼 鲑鱼里面是有的 那因为鲑鱼实在太食物化了 这个名字 就不想要取了 所以就用这个 异象 那当然这故事里面这个女生 女主角 她 她把自己想象成鱼 所以她也有回家的议题吗 嗯 有 有类似回家的议题 因为她 她把 她认为她自己是一条鱼 所以她看到这个鲨鱼师傅 这个 这个厨师 在鲨鱼的时候 她会有一种 已经过了好几层的转意的 一种快感 那这个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我自己脑袋的想法 就是 她在捞这个 掏这个鱼腹的时候 就是鱼的肚子的时候 师傅在掏这个鱼的肚子的时候 那她 这个角色 女生这个角色 她比较可以想象到 好像是她 在自卫的这种感觉 那 在这个 这个桥段里面 这个画面 她在自卫的时候 她除了得到可能心灵伤 或者这个 情愫上的满足以外 她也可以 更意识到 察觉到自己可能 就是 更证明自己 就是一条鱼 因为当她 智慧完毕好了 我们说 就这件 这件仪式完成之后 她 生出来的小鱼 她可以把鱼生出来了 这些小鱼 就是她捞金鱼的那些小鱼 她突然可以在这个浴缸里面 按摩浴缸 很大的浴缸里面 生出一堆小鱼 她证明她自己是一个鱼 而且她还是一个母亲鱼 就是妈妈鱼 可以孕育下一代的鱼了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 像回家的概念 因为像她放生 所谓的放生 我们就讲 放生可能跟放死一样 那她在那边生孕一样 生孕小鱼 也有可能是放死的概念 因为她也不知道 怎么去照顾 这个她的下一代 你看到你刚才讲的时候 我听得非常的入神 我觉得以我作为一个精神科医师 我真的听得非常的入神 但是我现在要回到 主持人的身份 我就觉得有一点挑战性 就是说我要跟大家讲 为什么刚刚这一段的过程 很可贵 我试着说说看看 导演补充一下 看觉得对不对 我们刚刚了解到 你讲的这个过程 其实是 某些精神疾病患者 他的思维方式 如果听众朋友熟悉 我们不久前 有播出一集 那个核心崩解 就是有一个教授 他自己得到思觉失调症 好几十年 他自己的书写 他怎么样去抵抗 抵抗这个疾病 带给他所有的失去 然后他继续要维持 他的工作 维持他的学习 维持他的人生 维持他的家庭 这样的过程 我记得那时候 我们的来宾就是 译者就有讲到说 要翻译他写的这个书 有一个很特别的挑战 是他要保留他语言当中 某种特殊的跳跃性 或者是破碎性 你知道吗 因为他其实是一个病人 虽然他的能力很好 可是他的语言里面 你还是会看得到某些 很特殊的状况 好那你刚刚所描述的 我们这个小丽女主角 他其实在这个戏里面 都没有很明确的 被标签化说 他是一个精神病人 或他有妄想 或他有什么什么 但是我刚刚听到这个 我就可以想象 导演其实是在 他的这些幻想当中 带领我们不带评判的 进入一个 可能我们自己 不会有的那种思维逻辑 例如说一般人 可能就会在第一点上面 就会有一个不同 就是如果我是一条鱼 我怎么会爱鲨鱼的 师父呢 那那个人不是要杀我吗 我们一般的逻辑 是这样等同的嘛 可是你看你刚刚描述的 那个过程 就是非常魔幻 跟迷人的地方 是说他竟然在这里头 跳过了 鱼被杀死之后 才被掏肚子的 这一个 这一个一般人的 我们的一个坎 因为我们想象说 如果我是鱼 你是杀鱼师父 我跟你是没得谈 因为你就会杀死我 可是他就可以跳过 我们一般人 很在意的这一条线 他进到下一个幻想是 如果他是那一个鱼的身体 然后跟这个师父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有他身体跟情欲的想象 而且这个想象 是可以跳脱现实的限制 他竟然在这样过程中 都已经是一条死鱼的 被掏到肚子 然后他连接到他生的 死跟生的想象之后 他还可以生出小鱼 然后满足他在可能寂寞的人生里面 没有办法满足的生小孩 当妈妈这些事情 我觉得你说的那个过程 如果我们了解的话 你就会说 这可能是进入了某一些 很特殊的想象 那种 如果我们要说是 思觉有特殊状况 那种思维方式的测写 你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东西 但是当他没有在一个疾病的标签 像我不自觉觉得 我在读一个疾病制的时候 一般人就有机会 透过导演这个电影 去感受到原来幻想 或是思维的世界 可以是那样 跟我们一般人的 那种对错是非的 很不一样 就是进入了他的世界 我想如果光这一点 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当然不是说每一位 跟龙方塔相关 或者是需要身心照顾的人 都是这样幻想的 可是你当你进入了 某一种幻想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 你知道你讲这个 会让我想到一个大导演 他有时候喜欢用的 就是拉斯逢提尔 他有一些片子中间 他有一两部片 也是这样 就一个女孩子 你大概会觉得说 外界会觉得他疯了 可是你真的在里面的时候 你进到他的思维里面 其实你也是可以去感受的 我觉得这个蛮不容易的 好 那么稍微负担了一下主持人 应该要有责任 希望大家可以catch up导演 跟我们现在在聊的事情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导演 你想透过这部片告诉大家 我想刚才应该有充分呈现 那因为刚才是我 我来帮你操意 你能不能补充一下 就是说你觉得你想要观众看到什么 不管是什么样的观众 因为我们节目介绍出去 其实全国的观众都会有可能听到 你希望邀请什么样有兴趣的 对什么有兴趣的观众来看 你希望他们看到什么呢 嗯 好 我觉得刚刚医师帮我解读的非常好 对 就是 呃 我会 我是其实尽量用很多 去标签化 去脉络 画的这个手法 去做这个影片 所以他不太容易用正常的剧情片去看 他充满了一些实验跟 伪纪录片的方式去做这个 我刚刚讲的一些呈现 然后就是为了要打破 一般人跟 呃身心障碍者之间的这个繁力关系 所以我并没有标签 谁是什么族群 谁是什么族群 所以我希望让这个开放性的思想 我们常说影片都会有开放式的结合 我希望那个开放式的想法 在观影的时候 就一直在体验这件事情 你是如同的这些族群 或这些某个角色的状态 一样 你在找一个 就是海上面浮沉 你在你在攀附一个 你觉得可以 呃 适合的一个位置 然后去观看这个世界 不是用一个 已经社会既定标签化的 名词去定义 呃 某个族群 嗯 对 那我觉得来看的观众 我觉得各个年级 当然每个冲子都会这样讲 然后我的观众是八岁到八十八岁 这样子就是 你这个八岁也可以看吗 呃 哎不行 他是辅十二 对啊 你辅十二啊 哈哈 好再过四年 但至少他 十二到一百零二 啊十二 为什么要一百零二十也可以啊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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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以前你们可能会 包含包含我自己我这样子的人都会这样子年纪的人都会知道 龙发糖是一个被用来呃当做骂名的一个标签 那也许看完之后就 不会有那样的想法 或者是在年轻一点的朋友 他们甚至根本没有听过龙发糖 我知道有些朋友 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机构 不知道这个场所 还以为他是有很多分店 以为他是卖太阳饼 你也幽默 突然觉得肚子有点饿 对 所以他会有不一样 对他的第一认识就是 它是一个寺庙 它不是用来一个骂人的词 但我不是为了要袒护这件堂房 我意思是说 我们用不同的态度去认识 所谓的精神障碍族情 因为我们知道 往年我们看到比较有名的 影视制作呢 都是在 可能利用这样的族群 去做一些话题性啦 那我相信去 尽量去标签化的确是很不容易 对创作者我们要收敛我们的欲望 去把这些 非常有议题性的 劣迹性的东西把它表现出来 然后 温柔平淡的交给观众 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注脚 温柔平淡的交给观众 而不要去煽动一些 例如说这个议题 曾经有过什么样子的政治立场 什么样的对立 什么样的背景 因为那个可能很吸引人啦 可能会让你 拿到更多的补助 或者是宣传 或者说更多人指定要观看 但是我想导演刚刚也 就很温柔的跟我们解释了这里面的气息 你的电影里面的气息 然后对我来讲 我自己是还蛮推荐大家来看 因为真的很少有机会 你就是会进到这样子的一个内心世界 就不是跟随标签先来定义 这是一个人脑子出现奇怪的回路之后 才会想的事情 你其实会真的很自然的进去 其实我们自己脑子里面 有时候也有一些奇怪的回路 只是我们可能用了更大的结构 把它疏导在阴走的渠道内 但是任何时候当它泛流的时候 可能你都会有某种共鸣 我觉得如果要谈说 对于不同疾病或不同社会位置需求的人 有同理的话 这个同理不是空谈 我们要同理就可以发生 而是你真的要有这种情感经验 你能够去想象说 原来它在这样子的脉络里面 所以我才会说 其实看导演的片子 应该是比看拉斯芳蒂尔轻松很多 轻松很多吗 是吧 好那演员介绍一下好吗 里面有三位主演 然后女主角是叫江怡 一位台湾的一个新演员 然后她在里面有一些 很突破式的演出 我觉得当然我在找演员的时候 也没有这么多设定 是知道她有一些技能 我才知道可以这么做 她在这部片里面进去了三 我刚刚说嘛 这个角色她是跟幻想自己是鱼嘛 所以她在戏里面 她要进入水里面 然后她进入了这个角色 我们去拍水下拍摄 我们去海里面拍 海海海海海 外海 不是外海 就是呃 开放式水域 海 然后又去湖里面拍 淡水湖 然后也在浴缸里面 很大的浴缸 把它接满 她在里面 进行一个特殊的仪式 所以就是为难她了 然后另外一位演员叫 廖清亮 亮哥也是 呃 在这个圈子蛮有名的演员 他也是做了一个 我们 我们认识很久 所以我们 协议处可以做一些 很突破式的表演 包含她的造型 也特别的帅气 让她变成一个帅大叔 然后另外一位叫 甘耀佳 这位演员呢 呃 他很特别 他自己本身就是导演 实验片导演 然后是做 呃 行为艺术的 然后我跟他有一个 很大的共同点 就是 这位长辈呢 他是数学系博士 博士 那我是数学系学士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聊 你学数学的啊 是 我听到现在就 你讲出学数学 我完全出乎意料耶 对 所以我在跟这位演员 聊天的时候 就是 有一部分都在聊数学 当然我 我对数学很没有兴趣的 现在 但我可以听到 就是有一个人 可以把数学讲得这么美 我真的很夸 很难想象 那他在里面 呃 去重现重演的是这个师父 那很特别的 他自己本身是基督徒 所以他去 你说鲨鱼师父啊 呃 哦 师父 哦 那个 这对他来讲也是 他可以做一些不同的语会上的转换 我觉得也是一个行为艺术者不容易的地方 是 好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放映资讯好吗 好 放映资讯 首先是五月七日 星期日的八点半 在华山光点电影院 嗯 华山光点电影院 然后那天是你有应后座坛 对应后座坛 所以八点半看到十点 然后还要应后座坛 对 有供销业吗 嗯 就看那个电影院 那个金碎影展 会在金碎影展放 对 哦 所以那是第四十五届金碎影展吗 好 然后五月十三日星期六的四点半 对下午 一样在华山光点放映 嗯 对 我会到 但是他们没有应后座坛 我们就到路边坐了坛就好 就看到导演 好 是吧 拉过来就说我有听节目 所以抱宝岛就可以拉去应后座坛吗 啊 对对对 真的吗 可以围在那个华山大草原上面 是 是 所以就 就这两天的机会 对不对 嗯 对 目前最近的消息是这样 对 那之后 也许还有机会在其他的地方上映 嗯 我希望 我希望 因为他这个议题 还有他的这个表现形式是很特别的 我觉得 也不太容易被 嗯 常规的地方放映 你说应该不是商业性了 对不对 对对对 应该不是商业性 所以大家就如果刚刚听到我们的介绍觉得有兴趣的话 5月7日星期日的晚上8点半 5月13日星期六的下午4点半在华山光点电影院 如果你想要听导演的应后座坛那就是5月7日晚上要去 对吧 嗯 好 嗯 礼拜天晚上听完座坛半夜 然后礼拜一上个班 还不错啦 对对对 是 会有一些心灵上的启迪 会有一些心灵上的启迪 好非常感谢导演带来给我们这么样有艺术性 而且非常有概念性而且又让我觉得有很有浪漫 你说那个温柔又平淡的把这个其实会牵涉到议题的东西输送给大家 我觉得这也是本节目的精神啊 好 很高兴今天可以来跟大家分享 祝福大家 谢谢 谢谢